《國際港劇》也挺新的 是講當代哲學的一些講法 所謂德性倫理學和社群主義 我講的只要根據《After Virtue》這本書 這本書是麥金泰爾所寫的 這本書中文翻譯有兩個版本 一個叫德性之後 我手上這一個 這是公雲先生的德性之後 我稍後傳給大家看 原來是英文原著《After Virtue》這本 《Study in Moral Theory》 另外一個版本是宋繼傑譽 叫做《追尋美德》 以這個名字來說應該更好 不過我買了這本 沒有買那本 即是印記的本可以參考 只要看它的英文原著 應該的名字 那個追尋美德更加好 《After Virtue》就是一個 在資效的意思 的確有一個尋找得勝的意義 名字應該是那本好些 但內容我不知道 因為那本是露體 這一本都OK的 這麼公民的關係 兩本都傳給大家看看 我兩本都會講的 在《After Virtue》這本書 最重要是講《Virtual Ethics》這部分 但實際上它也不單是討論倫理道德問題 最一部是會討論到政治做的問題 那這部分一般認為 都是社群主義的一個 重要的代表學說 所以這方面的觀點 今天Matic都會提到的 即是兩方面我們都會講 Maticintai Virtual Ethics的觀點 和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的觀點 因為反而出現 我已經能鑽在祂上 南瓜比哭頭 要是不甘哉 東 liegen 所謂的 我跟他真的很星期 他現在在祂上 也不知道 說他到 尿路 那 你看 我 那 我們先講第一部份 即是德性倫理學的觀點 在正式講Magic台的看法之前 我用自己的說話簡單講一講 我理解德性倫理學 和傳統倫理學的觀點 主要不同的地方在哪裏 傳統的倫理學 傳統的意思是在指Magic台之前 通常西方作家很喜歡 創立自己獨有的觀點 而在創立觀點的同時 亦都批避他之前的觀點 所以通常傳統和現代的觀點 在這個文洛 通常是指那個作家之前的說法 都可以叫做傳統的 他用這個意思 不是限於古代 中古那些 甚至關於近代的一些 傳統的倫理學觀點 可以叫做規則倫理學 Full Epics 譬如在西方傳統來講 關於Makinty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兩派 我們不計一些細節的區分 只要兩派 兩派可以用一個標準去區分 就是看看行為的原則 或是終極的原則 是否以行為本身做基礎 如果以行為本身做基礎 這叫做義務論 就像康德倫理學那樣 如果以行為以外的其他事物做標準的話 這叫做目的論 目的論其中一種最重要的觀點 就是功利主義 簡單講 如果康德的義務論 和功利主義 好像是楊穆勒他們的觀點 主要的區分就是 康德的倫理學 會認為甚麼叫道德呢 是指合我們道德理性反省的 當然康德有些細節的討論 例如道德標準的 所謂叫格準 即是一些表述道德最核心的 就是一些原則 譬如說一個道德原則 是可以普遍化的 普遍化的話 即不是我會用 個個有理性人都會用 這就是義務論的觀點 即以行為本身 或者所謂義務 行為是由意志決定 而意志是需要人的理性 所以這個講法等於說 道德理性是最高的道德標準 這個就是 輝瑟倫理學其中一個大塊 就是義務論 另一個大塊 剛才說過 就是公理主義代表 雖然說目的論 不一定是公理主義 不過最重要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不是以行為本身 或者義務 或者最後做了理性 即是以行為帶來的結果 這就是所謂利益 不過跟一般 一般講過人利益不同 一般講過人利益 我們叫快樂主義 而公理主義說的就是大眾利益 即是一個行為 能夠縮進大眾利益的 就叫道德 相反呢 不能夠縮進或減損大眾利益的 叫不道德 好了 這兩個說法呢 就是表面上又很分歧 就是 另一個是講行為本身 做道德標準 就是講行為以外的東西 行為的結果 做道德標準 但是在某一點上是共通的 都是承認有所謂普遍的道德規則 或者道德原則 你叫做 rule也好 叫做 principle也好 那個普遍的道德規則呢 就是如果用中國 最好他容易講就是放諸四可而皆準的 這個意思 或者在西方叫做有普遍性 叫reversality 意思是有理性的人都明白都理解的 一講出來就知道對 即是說不對 只是客觀的 即是不到我們足不足以 這一種我們叫做規則倫理學 而麥金泰義去講的 我們叫做德性倫理學 最重要是否定這些所謂普遍的道德規則 因為認為道德規則沒有普遍性 因為不同的地方 對於道德原則的理解是很不同的 所以他另外找其他作為道德的基礎 甚至不再講道德的規則 用甚麼做基礎呢 就是德性倫理學所謂的德性 virtual做基礎 這個講法其實某些東西是回復傳統的 因為在古希臘的時候 其實阿里士多德已經有這種強調 德性作為道德的基礎的講法 所以這個某些東西是一種復古 不過不同的地方 當然它是增加了很多阿里士多德沒有的內涵 這個就是我們如果簡單講 它是德性倫理學的特色 這裏這樣講有問題嗎 如果我自己說簡單講這裏有問題嗎 這裏的問題我們講回 麥琳泰自己的講法 在after virtue這本書 我們分幾點 第一 當代道德危機 和道德理論危機 這裏有甚麼前提說呢 即是在當代的時候 論理學的最重要就不是一般認為的兩大派 義務論和公理主義 而是它叫做情緒主義 以責任何事物 而呢 也是一個很會 котор mercy 而多德信任何事物 所以 European 二般的事物 是一般所謂的事物 所以這裏有很多信任何事物 而這裏有很多信任何事物 而是這裏有很多信任何事物 兩大流派 但如果我們怎樣理解道德 特別是從語言的角度理解 即是我們表述道德的語句 究竟是怎樣呢 這種我們叫做後切倫理學 其實程序主義是後切倫理學的觀點 即是說他不是在講 剛才講的道德的內容 譬如道德的原則是甚麼 不是講這些 而是我們表述道德的語句 是甚麼句式 這一種當然是後切倫理學